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神本比你去见的 对吗 我一切都知道了 神本之所以撤销对黄飞红的控罪 是因为你 你让他得偿所愿了 对吗 这个无耻之徒 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逼你就犯 等于侮辱我五天就义 我怎么可以坐视不理呢 你打算做什么 不杀山本 我就不敬五天 哥哥 不要啊 你杀了山本 你还能活吗 杀了山本之后 我就立刻切腹自尽 哥哥 你为了替我付仇而切腹 我还能活吗 你先杀了我算了 你让开 是关我五天家族的尊严和声誉 你别拦我 哥哥 大令哥哥 以后好好做人 五天先生 我没有急事找你啊 是啊 我师父醒了 他说想见清香小姐啊 肥虎醒了 医生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一切都很正常 这样我再给他看点药 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谢谢医生 多谢 请 废弘 废弘 静香 废弘 你醒了 太好了 对不起 谢谢你 对不起 谢谢你 这些都是非红利药 我先走了 你 我不是 不要 放下 我马上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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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葷华 只化 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肥鸿醒了 而且她回复了记忆 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可是她只记得景象 忘记了我跟他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其实 这是我衷心希望会发生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 这很简单 因为你还在爱着他 对不对 是 我喜欢飞鸿 但是京香比我更值得获得飞鸿的爱 我不应该成为他们当中的第三者 可你知道 爱是不应该比较的 我真的很混乱 我想忘记飞鸿 但是看到他和京香在一起拥抱的时候 我的心 竟然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好辛苦 我觉得自己好矛盾 感情这件事实际上很难 放下不容易 放下却不容易 为什么我要遇上这样的事情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试炼 试炼 试炼 只有时间才是最佳的良药 只要你能坚守你的信念 你一定可以从头再来的 好了 这话我们一起祈祷 好 好 上辈先生 我看靳虾小姐是不会来的 为什么 武田秀医回来了 他回来又怎么样 他不过是个废物 还有关于黄飞红的消息 他终于死了 不 外面传来消息 他已经清醒过来 而且武田两兄妹已经赶去医院 这个黄飞红 怎么死来死去就是死不了 立即派人监视黄飞红的一举一动 是 请 靳德 在做什么 哥哥 飞红想吃我做的寿司 我想明天给他送到医院去 静香 黄飞鸿已经醒了 你怎么还不高兴 我每天都祈求飞鸿能够醒过来 终于愿望达成 但现在 哥哥又为了我的事 要去跟山本拼命 我 我不能失去飞鸿 但更加不能失去你 你专心给黄飞鸿弄寿司吧 哥有点累了 想去睡一会儿 哥哥 好 哥哥答应你 暂时不去找山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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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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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银 怎么还不睡啊 我睡不着 是不是因为飞鸿醒来 你他高兴了 我反觉得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你今天也都看到了 飞鸿 他完全不记得指话 只记得 静香那个日本女孩 你是怕只话不高兴 我是怕我们皇家 会失去一个好媳妇啊 孩子大了 飞鸿的事就由他自己去吧 这是他的命 快睡吧 飞鸿这孩子 怎么命就这么苦呢 黄老师傅 福安 静香小姐来探望飞鸿 是 我还做了寿司给飞鸿吃 师傅可真有福啊 静香小姐做的寿司很好吃的 对 对 那大家一起吃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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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静香小姐 飞鸿她今天出院了 是吗 那真是好消息啊 啊 我们今天也正好要接她回宝之林呢 我看你今天来的不大合十啊 那我和你们一起回宝之林 可以吗 啊 飞鸿啊 出院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今天一定会有很多街坊来探望她的 我看她也许没有时间跟你见面了 请静香小姐谅解 那我改天再去看她吧 对了 这个麻烦你帮我转交给飞鸿 好啊 好 静香小姐 飞鸿大病出狱 我看还是不宜吃生冷的东西 静香小姐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要是飞鸿不能吃的话 你们吃吧 哎呀 我 我 静香小姐 是这样的 我们广东人吃不惯日本的食品 这些东西还请静香小姐 您拿回去慢慢自用吧 嗯 嗯 那好吧 那静香改日到宝之林拜会黄老师傅 记飞鸿吧 啊 不 嗯 我的意思是 不要麻烦静香小姐了 嗯 飞鸿他受伤期间 承蒙你赵 应该是飞鸿亲自登门 向你道谢才是啊 那 静香告辞了 啊 请慢走 啊 请 哎呦 哎呦 受伤从嘴边张翅膀飞走了 嗯 师公 师父出现的消息并没有别人知道啊 你这么说 多事啊 静香小姐的事 一会儿见到飞鸿 不许偷入半个字 知道吗 哦哦哦哦 哦哦 哦哦 日本人一直欺压我们 身为中国人 应该知道自己的立场 是是是 先是日本女人 再就是日本的食品 你们都给日本的东西迷糊了 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嗯 嗯 嗯 是啊师公 是啊师公 哇 师公怎么了 叫你反省喽 反省呢 我 我反省 对啊 为什么我反你不反呢 嗯 你 静香说她今天会来 怎么还不来呢 哇 啊 啊 呃 呃 哇 喂 哎 哇 哎 哎 那 那个 那个是什么 苍蝇我 苍蝇我 大爷是啊 一姑一母 我还是一姑一母啊 医院哪会有那么多的苍蝇啊 呃 就是这样才奇怪吗师父 你们还在装算是吧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好 说啊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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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没有 好了 飞鸿 你也不要为难他们了 是我叫他们不要多事 刚才我在医院门外 遇上了静香小姐 她也知道你今天要出院 会非常忙碌 不便打扰 我已经跟她说 等你完全康复以后啊 就会亲自登门下的道谢的 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想回宝芝林才告诉你的 对啊 回到宝芝林之后 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办 我还是改天亲自去道谢吧 师父 师父 阿坤 你手多了 师父 你的精神也好多了 很遗憾 师父最终没有救出周老先生 连他的葬礼我也无法出息 这一切都是天意啊 好看啊 那个在逃的海盗 他会找到了吗 警方已经发出了通缉令 正在进行下一步的追查 一切交给警方去办好了 不要太伤心啊 知道了 师父 师父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我们可以走了 爹 回保治林之前 我要先去一个地方 我先去 邱兄 飞鸿敬你一杯 邱兄 飞鸿与你相识的日子 虽然很短暂 而且每次见面呢 都是权来权往 你我都吃了对方不少的骨头 但飞鸿不只是 求兄为一个 不可多得的对手 还算飞鸿一个知心知影 所以今日飞鸿 带同我家父 以及一众弟子 前来送求兄一程 是迟了点 希望求兄体验 飞鸿与你 虽然结局很悲惨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未尝不是解脱呀 希望求兄在九泉镇下 和齐儿团聚 我们回去吧 爹 我想到周老先生的墓前 铸一个宫 喂 喂 看来 师父真的回来了 还是正常点好啊 之前就像一个噩梦一样 一个导弹鬼一样 不管怎么说 那个时候的师父 还是比较可爱的 嗯 那倒是 至少可以整他嘛 喂 你们拍师父 会不会记得我们整他 不会吧 那个时候他不是失忆吗 你们在说什么 没 没 没什么呀 师父 没什么 没什么 你们这群猴崽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啊 走吧 废华 自从中村死后 这个道场就关门了 我们回去吧 爹 欢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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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 欢迎我们 非红之前因为身体不好 给各位带来了不便 在此衷心致歉 非红承诺大家 保持天机后会如常为大家服务 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帮忙的 好 好 好 是谁把非红书院的消息外泄的 我只告诉一连妹一个人 你太天真了吧 连他你也相信哪 真是的 这样也好啊 应该让非红知道 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他 需要他 是啊 突然一些口啊 拿点茶来 我去真茶师傅 阿蘇不用你去 阿齐 快去啊 vak师傅 你是要喝普洱茶呢 还是铁关印 这真是 还问这个呀 真是 师傅叫你真茶你还不去 阿齐啊 师傅叫你真茶可不是口渴 而是想多受一个徒弟 你还不明白吗 什么 多受一个徒弟呀 是我为徒啊 是啊 快去呀 真的啊 真的 去快去快 我不是做梦吧 华师傅 不 师傅 去喝茶 阿七 从今天之后 你正式成为保护的 保之灵第五位入室弟子 功夫可以慢慢地教你 但修为呢 由自身开始 从今以后 你要以人为本 以义为精 济世为怀 暴打不平 把保之灵的精神传扬开去 知道吗 对 得紧急 师傅教我 谢谢师傅 起来吧 是 有拿起一位 这不是最小的师弟了 来 阿嘉 从今之后 你跟阿七平起平坐 不分彼此 不要再把阿七当作下人了 听说在我失忆期间 你们都竭尽所能地照顾我 是不是 是啊 是 师傅 师傅 我们几兄弟呢 真是用心用力地照顾你呢 对对对啊 师傅 郑总为我们是保之灵的一份肚嘛 那保之灵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啊 所以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应该的 是啊 是啊 应该的 既然如此 师傅要论功行赏 不要 不要 不是 师傅 不是 师傅 不是 师傅 你赏什么 不是 该什么 就少你们每人踢腿三百下 那个 是 师傅 是 师傅 原来又给开吓了 师傅 这可不是赏啊 是罚呀 什么 如果你们要我洗衣服煮饭晒药材 抓我打针 把我绑在椅子上 不许我踢球 骗我教你无影脚 这都是照顾我的话 那我叫你们踢腿三百下 就是你们应得的奖赏了 师傅 你是不是记错了 是不是 我把你保在凳子上的 那不是我们啊 不用算在我们头上吧 好了 好了 别说了 师傅总不能把账 算在师傅师傅的头上吧 那也不算在我们的头上啊 那就是啊 是啊 有什么不满意吗 什么 谁 师傅 我想 多替三百下 哎呀 你这个乌鸦子呀 角力进步了很多 师傅 弟子每天坚持练功 不敢偷来 上次就是因为你角力不足 才令中村有机可乘 以扫糖腿积当而 相信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师傅 你记起了和中村打斗的事了 嗯 那你为什么记不起 和�梓华小姐的事啊 当时 可是她带你来找我的 知道 是吗 我不知道 比武的部分我能够记起来 其他的都很模糊 我 我只记得曾经跟他 在香港的街头碰过面的 当时他称自己是陈丽妹 我知道了 这块布石 我的 是我的师父 是你的呢 还是你跟小云雀之间的东西 你跟小云雀什么打算 我本来打算要跟他成亲的 可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 爹又刚过时 所以想吃一点才说 人家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 吃了很多的骨头 不要辜负人家 弟子知道了 回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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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在想什么 好烫啊 发烧了 衣服湿了 要烤一烤啊 你把我衣服卷脱了 什么啊 那你岂不都看到了 好蒙住眼睛的吗 好蒙住眼睛的吗 那还好 不过你身材真的很好 你不是说蒙住眼睛的吗 我是蒙住你的眼睛 我怕你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尴尬 还是你吃吧 你吃了你吃你吃你吃 你吃啊 一起吃了好不好 一人一口啊 一起吃啊 好 好 来 谁给你吃啊 快来 来 谁呢 让我回来 没路了 来 让你去 你去那里 来 好 Content 你去哪里 为谁风落 力忠孝 世间 你看你多傻 送块普通的石头给我 就说可以给我带来幸福 不过呢 最傻的人还是我 既然当你说的是真的 还把他当宝贝 世间你知不知道 其实你送给我石头的那一刻起 我真的爱上了你 那个时候我还天真的以为 我们会像童话里的公主 与王子一般快快乐乐的 好梦由来醉意醒 既然时间已经不存在了 我想我这个当姐姐的 也该醒了 时间呢 就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结束在今晚 肥鸿 我祝你和静香 可以永远幸福 快乐 对不起啊 直华 其实我记得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可是我不能让你知道 你说得对 我前静香太多了 我不能辜负她 这样的结局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你忘了吗 我们之前也来过这里 那天有一对新人 在教堂举行婚礼 我怎么会忘记 那天是飞鸿人生当中 最尴尬的一天 因为 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被你亲了一下 不过呢 也是我人生中 最快乐的一天 我以为 你早把这一切都忘记了 这里一点都没有变 变了的 恐怕只是你和我 没有变 只是增加了一些精力 这些精力呢 是要我们更加珍惜对方 静香 对不起 飞鸿曾经令你伤心 令你担心 我保证 以后都不会让你掉半滴眼泪 你愿意加个飞鸿为妻吗 你愿意加个飞鸿为妻吗 我愿意 可是 你和守华姐有婚约在先 那 不用担心 如果只是因为要履行婚约而娶她 她不会快乐的 可是 她是个明白人 会原谅我们的 不过呢 你刚刚好像 还没有明确地回答我 越不愿意嫁给我 山本今日会到北角的櫻花会馆 欣赏一级表演 她每次都会独自一个人去 逗留的时间 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咬下手就要趁此时机 好 哥哥 黄飞红 秀医兄 你在家太好了 飞红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我有事正要外出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就一会儿 几句话而已 你这是干什么 秀医兄 请允许飞红去静香为妻 黄飞红 你是认真的吗 飞红虽然是一介五夫 读书不多 但对于感情一事 从不清帅 我对静香是认真的 我相信你 但婚姻大事 本来飞红应该亲自到日本的武田家提亲的 但与静香商量之后 觉得先要得到秀医兄你的准许 才计划去日本 不必 哥哥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不必回日本 我们日本人也是长兄为父 静香的婚事我完全可以做主 我这就写信给父亲 秀医兄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能让武术大师黄飞红 当我的妹夫 秀医夫妇何求 这样说对吗 如果秀医兄同意的话 我就回家禀告父母 安排我们的婚事 那我去送一下飞红 好 告辞 好 喂 秀医少爷 是 善本将要离开樱花回馆 计划有变 我暂时不取她性命 请你继续监视她 知道 还有一事 静香就要结婚了 是真的吗 是 刚刚定下来的 恭喜少爷小姐 多谢 我稍后赠云联系 一切小心 我会的 秀医少爷 你也小心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姐姐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姐姐 放开我姐姐 放开我 放开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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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中规亲战 跟日本人作对 没有好下场 既然 亴贼 忠 trous 希望 guid 怎么 又来个大壬珠 怎么 咱打日本人 人家 你回日本去 你是谁 老山 王琪英 走 走 走 好 好 好 同声好啊 好 好 好 各位乡亲 日本人在我国横行霸道 嚣张跋扈 早该成见 今后我们大家应该同心合力 不应隔岸关火 大家知道吗 知道 知道 你们没事吧 你们 都是一些皮外伤 到方指定菜点药 多谢黄师傅 看来 飞龙和京香 是万能不能在一起的 小姐 小姐 黄师傅来了 好 黄师傅 志华 黄师傅 对不起 刚才在路上遇到一些事情 所以来晚了 不要紧的 我也是刚刚到 志华 我约你出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商量吧 志华正好也有一件事情 想跟黄师傅你商量 是吗 好 那你先说吧 还是请世伯先说好了 是这样的 我想让你和飞红 马上完婚哪 好 好啊 好啊 黄师傅 我想说的事呢 刚好与你相反 我打算与飞红解除婚姻 小姐 志华 你可千万不要一起用事啊 飞红和靖香小姐 并非像你想象的那种 那种亲密的关系吗 我看世伯你是误会了 我与飞红解除婚姻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因为靖香小姐 这 我不明白 理由很简单 我们两个性格不合 就 我还是不大明白啊 我好动 他好劲 他传统 我洋化 我性子急 而他慢吞吞的 就是这些原因吗 难道这还不够吗 夫妻知道 鬼狐狐相千九 结婚之后 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改变一切 我倒是觉得 勉强的婚姻不会幸福 如果结婚以后 才发现彼此改变不了 那该怎么办 飞红患病这段时间 你不是一直很关心他的吗 那是 我们两个的朋友之意 你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半句假话 这话 难道就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了吗 黄师傅 我想家父 早已经向你提出解除婚约的事情了 我还以为 共同患难之后 感情会有进展哪 不过我跟飞红呢 永远都会是好朋友 是吧 对不起 请你谅解直华 看来 是我误会了 直华 我就先回去了 好 小姐 你干嘛要说谎啊 你明明就是喜欢黄飞红嘛 有些事情呢 是勉强不来的 既然飞红已经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完全忘了 说明她的心里只有剑销 我干嘛还要和她纠缠下去吗 一直算是卉卉剑战情司吗 这叫极早抽身 可以减少痛苦 希望是吧 阿荣 阿荣 师公 有一个小姐弟也来看过兵吗 有啊 他们服活药就走了 那就好 非红呢 一大早出去了 还没回来 身子刚好 就该留在馆内好好地休息 爹不用担心 非红自有分寸 爹 有两件事 非红要跟你商量 说吧 我打算跟方家解除婚约 为什么 你两人 都是这么想的呢 他也有这个意思吗 那太好了 我可以安心去静香过门了 你说什么 师父你 谁到了 谁到了 非红要说的第二件事就是 武天家已经答应了非红的提亲 要与方家解除婚约也就算了 但是你要想迎娶静香小姐 那是万万不能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想想 他是日本人哪 有什么问题吗 日本人不是人人都是坏人 中国人也不是人人都是圣人 也出过一臭万年的大坏人 你任何人都可以迎娶 但是娶日本人就是不行 非红尽声非静香不娶 你故意跟我斗亲是不是 非红不敢 只是大丈夫言出必行 我也向武田家提亲 不能出尔反尔 你们父子俩有话慢慢说吗 不用动气的 非红尔 我知道 你对静香小姐的感情很深 但是 这个婚事 能不能不用这么着急 咱们慢慢再商量商量 为什么要拖哪儿呢 莫非 你这个畜生 竟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我们不会要当祖父祖母了吧 二娘 我跟静香什么都没有做过 她很规矩的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非红尔 你知不知道 那日本人有多坏呀 知道 那你还要娶她 去 那我就告诉你 无论是什么理由 只要是娶日本人 我都不会答应的 我说 事情就是这样了 大师兄 你拿个主意吧 师父的婚事 当徒弟的能拿什么主意啊 我们家在师公和师父之间 怎么办哪 怎么办 我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呢 不随便表态 陈墨世金 第二呢 哪个问题啊 就说她想听的话 哦 墙头草随风倒嘛 我最拿手了 可是 如果他们同时问起来呢 那怎么办 哦 同时问 哎呀 阿珍 同时问起 哎 哎 啊 阿珍啊 芷花小姐呢 怎么你一个人过来了 小姐打算继续在教会住几天 让我回来收拾一点衣服 哦 哦 这位师陪了 喂 哎 这这 干嘛呀 我我 我 你说快一点行吗 我 我 我想问你 那天我等 等了你一整天 你干嘛失约啊 因为我不想理你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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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是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是黄飞红的徒弟 我 跟师父 有什么 关系啊 因为黄飞红 是一个见义思天 忘情负义的人 你是他的徒弟 所谓尽诛者赤 寂寞者黑 我才不要跟你做朋友呢 我不是这 不要说了 以后你不要在这儿找我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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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被你害死了 哎 阿蘇 没准你跟他在一起 你会被他害死的 对啊 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啊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么大法呀 怎么了 这干嘛呀 哎呀没关系啊 大不了自杀啊 好 自杀啊 自杀 你是外感放寒 不良的药便无大人 阿荣 取药 这边请 下一位 黄师父 走吧 麻烦你 好好好 怎么样 恭喜你啊 吃喜脉 你有身孕了 怪不得你红光满面 真的吗 太好了 哎 黄师父 你也面色红润 是不是有喜事在身啊 是啊 我快要成亲了 日子定在下个星期 到时候来喝杯喜酒 好啊好啊 好啊 到时候请大家过来喝喜酒啊 这边有成亲啊 恭喜黄师父 恭喜黄师父了 恭喜啊 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能嫁给黄师父 这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啊 真是三生有幸啊 黄师父啊 是不是那个姓芳的姑娘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女新衣是吧 就是啊 我的未婚妻是武田景香小姐 什么啊 什么是日本人啊 对 黄师父怎么能娶日本人呢 就是啊 怎么会是这样 这个世界啊真的是要变喽 难怪有人说保志林 不再是帮中国人的地方了 真是 我也没事了 黄师父我回家要做饭啊 我要去买菜了 我这会儿也不那么难受了啊 我也不看了 我也不来保志林看什么病 走吧走吧走吧 慢走 快走 难道你就为了娶那个日本女子 保志林的生育都不顾了吗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她是我的未婚妻 她叫靖香 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无人体大 就算爹你反对我也要娶她 好啊 你娶吧 我是不会在这儿爱你似的 我回广州好了 老爷 二娘 帮我照顾好爹 老爷 要想清楚 这么一走就很难回头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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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